藝術 除了让人赏心悦目之外 也是一种改变的力量 台湾艺术大学一群来自不同系所的师生 发挥所学 替台南市关田区的大祈春 进行社区改造计划 几年下来成果封硕 也令原本学校与社区不睦的关系 彻底改变 台湾市政府文化局主任秘书黄明亨表示 大祈春这里恰好有南一大设立在此 透过师生与当地居民的沟通 让整个社区的春落美学更加的成功 而且也让艺术成功与当地文化结合在一起 把他们的艺术作品跟徐明一起来营造在这个土地上 让我们的春落美学 还有他们的一个活动 跟学校跟黎明相结合 这是一个我们目前一直在推动的 春落文化美学的一种重要的一种形式 参与活动的学生也表示 除了透过艺术进行社区改造之外 也针对当地孩童的需求去进行规划 让整个环境除了美化 也不忘在人的需求上进行设计 让当地居民能够有更美更便利的生活环境 记者黄一伟、冯文琪台湾报导